電競從業 我覺得其實每個行業都有每個行業的辛苦 那電競從業者的辛苦 朋友忙的时候 我可能就相对比较有时间 朋友有时间的时候就换成我很忙 而且我们那个忙起来的时候 可能连续好几天 都会处于一个 作息比较不正常的状态 那心理上的压力 结构跟其他朋友也不太一样 每个工作都有每个工作辛苦的地方 但我其实还挺满意的 那今年捡了只猫 我想应该蛮多的观众都知道的 后来又再捡到一只猫 我觉得其实今年我有点 有点附和不过来 大家到了这个岁数 可能家里都会面对 一些不可抗力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工作上面的安排跟压力 所以其实我是有点乱了套的 感情生活一直是我最 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最幸运 最圆满的一块 我早早就遇到了 就是我妻子 我们两个就像同一个人 一体两面的两个人 她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 然后她帮助我成熟 坏处就是有点像分离焦虑症 我一直都有心理上面的困难 我一直都有 因为 因为我家人身体不好 然后 我有一只狗 然后 等一下我吵那只狗会掉眼泪 而且我们很久没看到她了 讲家人没掉眼泪 讲不要狗掉眼泪 好像有点没血很累 这个抱枕就是之前她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的 因为我想说她在上海会很想念这个我们家的狗年年 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纠结就是这只狗 很小很小两个月就跟我在一起 然后也是很黏很黏 就是她就叫你黏 对 然后 因为我很爱动物 然后 我跟她几乎是24小时都在一起 所以我要不要来上海 其实 我最大的纠结是这个东西 然后 我来上海的时候她已经六七岁了 但是我六七年没有跟她分开过 从来没有分开过 超过几天过 所以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心 很大的一个难关 但是 我最终还是决定我来到 我就是来到上海 来到上海我跟她见面的次数就很少了 所以这其实是我一直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常会在想我是不是在支付某一种 非常非常贵的货币来换取这一切 那个货币可能贵到一辈子都转不回来的货币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自我怀疑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货币 他不是我怀疑 他不是我的货币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货币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货币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 但我覺得應該不會 因為他對這個遊戲如果有10分的話 他有9分的熱愛 對 從我還是選手的開始 我就深深的感受到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一直很喜歡暴雪系的遊戲 那當暴雪推出守望先鋒的時候 我也作為選手跟玩家玩了很長一陣子 後來才轉為解說 我覺得守望先鋒先從一個遊戲面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野心的遊戲 守望先鋒這個圈子對我來說 跟剛剛提到的守望先鋒這個遊戲 我本來以為他應該要是很緊密的關聯 但是從我在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最大的一個決定就是 來到上海這件事情開始 到現在這四年 我覺得守望先鋒這個圈子 不論是我常見的觀眾 還是工作人員還是同事 甚至我也可能看個論壇 第一次看到的ID 我對這些人已經有了一種 我其實難以言喻的情感 守望先鋒的圈子 對於我人生的這個際遇來說 它已經變成了我的一個心靈寄託 它對我來說像個大家庭 也因此我很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就是我們就像一條大船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是剛出守望先鋒這個遊戲之前 預告片上的時候 然後他就邀請我一起看 他就很看好這個遊戲 然後我也覺得他的畫面真的是超漂亮的 很像動畫這樣子 然後他上市了之後 我們他就馬上跟朋友一起玩了 那因為他本來就有在做解說遊戲的工作 然後沒想到之後就解說守望先鋒了 我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他很喜歡 那時候我看他很認真 他很喜歡玩這個遊戲 然後可以做這個遊戲的解說 他應該也很開心 我的理想就是推動電競產業 不管在什麼樣的位置上面 我相信電競產業 可以有更成熟的框架 可以有更好的圓景 可以更加的 不管是創造出自己新的模式也好 又或者是成為像傳統體育項目一樣 受到全世界不管各年齡層的認可 我相信他可以更完整 我希望在他到達這個完整化的里程碑之前 我可以是其中一個推手 不管是大的推手也好 還是小的推手也好 我希望可以在這個圈子貢獻 你叫聲很難聽欸 出門囉 好 你記得自己吃個飯 嗯 好 有什麼事打給我 OK 拜拜 拜拜 我十二十三歲 開始打電競比賽 然後當時也蠻多年前了嘛 跟現在環境不太一樣 當時會較多接觸這個電競類遊戲的 或射擊類遊戲的 其實年紀都會比較長一些 至少都在可能二十二歲以上 那我一個小鬼頭在裡面就是 一直都是最小的那一個 不管是年紀還是身高 所以就被取了小鬼這個外號 現在都長到一百八二三了 這外號也改不掉 叫一輩子了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解說小鬼 大家好 我是解說阿森 歡迎大家收看 Overwatch Team Story 戰隊聯賽 最早是受到戰棋的邀請 來解說OTS 而當時第一次的話 我是跟另外一位搭檔一起 就是飛來上海 那是我第二次來到上海 那解說完OTS之後 因為當時他們挺滿意的 就問我有沒有意願 留在上海發展 那我自身是很有意願的 有很多因素 那其實加入CNOW 一直是我的 不管是職業的生涯規劃 或是我對守望身風的期望 那它都是有關聯性的 所以我就二話不說就來了 最早在解說 除了戰棋的OTS以外 再來還有當時國內最大的比賽 OWPS 那麼其實一路解說下來 幾乎沒有一場比賽是錯過的 也數不清解說了幾八比賽了 而這幾年之間也 其實也去了不少地方 包括比如說成都啊 廣州啊 去解說一些線下的賽事 或主持一些活動 OWPS的建立是我等待已久的 因為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最高聯賽 官方最大支持的最高聯賽 然後我希望可以把守望身風的強度 不論是賽訓體系內的 或者是觀眾在觀賽上面的觀感的強度 都能夠拉到最高 並且嘗試再突破 所以OW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知道他 我知道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我終於等到他了 所以我決心要全力投入的一個賽事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回來 這裡是守望先鋒聯賽第二賽季 我是解說吃小兔 我是解說小鬼 作為一個解說到國家隊 國家隊的 我跟小兔可以說同時都是領隊嘛 我們兩個都是在忙一樣的事情 就會有三個人先到 是教練跟兩個隊員 教練跟隊長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 代表隊的住的酒店 現在大堂 現在在等那些代表隊的小朋友們 一個一個到場 我們約三點 但是有一些人竟然跟我說 還要四點 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打算 不見得是一定要我當上社區代表 帶著隊伍出去才能出到的力 但這個初衷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相信很多老觀眾應該都知道 在大家並不是很看好中國隊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有高度的信心的 那是我自己對這個行業或對我們環境的看法 我對這些選手也有很高的信心 那是2018年的時候吧 就是我第一次帶中國隊出去的時候 那我覺得最後也證實了 我的信心並不是沒有來由的 所以這段回憶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快樂的 一開始 你幹嘛過來說敲敲話呀 沒有啊 誰知道 可以可以的 我知道呀 就嘉賓洗得人知道 應該知道 我肯定知道啊 你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知道 我沒有說 我要去賣鍋盔的事情 我沒跟人家講過 你要幹嘛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想的什麼呢 我在那个来解说总决赛路上的车上我知道的 然后我当时就一个人在出租车上就 就一直在哭一直在掉眼泪 我没有想过他会离开守望先锋 但是离开守望先锋解说团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不会来得这么早 小鬼老师对我来说像恩师吧 或者是前辈这样的角色 因为当时刚进公司的时候 其实完全不懂解说 也是个小透明 第一次上解说台的时候是在大师赛 当时在大师赛开赛之前 正好有个机会和小鬼老师聊天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小鬼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最快的去适应好这个解说台 他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解说没什么问题 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严谨科学又亲切 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问他 什么问题的方面啊 包括美食啊生活啊 包括工作啊 学习等等一系列 你问他他都会给你他自己的见解 所以我觉得小鬼老师 他是更多的像是恩师 他不是严师 他更多的是给了我鼓励 给了我信心 今天的解说小鬼 我是今天的解说直小鬼 我是今天解说Alan 我觉得其实小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说我觉得说 因为我会觉得说 他是我在所有解说里面搭档最好的一个解说之一 因为我跟他一方面来说 我觉得跟相处的默契很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来说 也跟我觉得小鬼他的一个专业态度有关系 今天的比赛 不容错 他解说来举例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 很多时候遇到说 你解说会不会存在一些偏向 或者说这种问题 但是我觉得作为小鬼来说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小鬼是一个非常端的平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在有意的去端平 而是说他从内心根本就是端得平的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说明他非常非常适合解说 以及非常适合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原因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要回到2016年 然后2019年的第三阶段的决赛 开完那个透视之后还没打过去 就应该换成超充能机 这一波交出来 DM伤害是取了一个加倍 对面正面有点撑不住了 虽然被进了 虽然被清掉了 对面有视野 猫死 因为那次比赛之前 其实我跟小鬼的搭档次数还不算特别多 而且可能有些默契点 一些搭配的方式还没有很好找到 但是那次比赛其实让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真的 第一他非常努力地帮助我去跟他做搭档 然后帮助我们做搭档的过程中 是做到更好 所以这是对于我来说非常幸运 因为不管怎么样小鬼对于我来说 他的经验其实要远比我丰富 不管作为解说 还是他之前作为前选手 以及做过一些赛选方面的经历 我可以从他的帮助当中 去学到更多的东西 那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那次比赛也让我们找到了 共同的一些 我们这个小鬼和阿兰 或者是有很多人叫鬼男这个组合 但我觉得那次比赛 是让我意识到说 这个人真的很能搭档 他很会去搭档 而且我也真的很喜欢这个搭档 他是我最好的搭档 最好的伙伴 也是我的良师义友 我从三年前就跟小鬼老师一起搭档 解说守望先锋的比赛 然后我们在三年里面 搭档解说了无数场大大小小的比赛 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年的OWL总决赛 都是我跟他一起解说的 然后我就觉得之后 如果我的解说台上搭档不是他了 我会挺不习惯的 我们当时刚任命做这个中国队的时候 压力很大 我跟阿兰那个时候压力都特别大 就怕那个时候因为 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中国队 然后我们第一批找了一批 OC的选手一起来打 就几乎不被任何人看好 但当时我跟小鬼的信念都是非常深的 我们两个就当时特别有信念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这批选手 一定可以打出成绩来 然后我们当时在事业杯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一起想办法一起商量 然后一起去把一个一个的难关给克服掉 然后其实要带着一群小孩子 就是从上海到泰国 从上海到美国 带着他们去征战 其实一路上 就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我觉得我肯定扛不下来 非常非常有责任心 非常值得依赖 就是我觉得 当我不行的时候 后面总会有他 他像一个靠山 就永远会在我后面 我就可以很放心地 把自己的后背给他 因为永远背后会有一个小鬼在 而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舞台上面 有一位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想要和大家说一些话 我们有请他 嗨 各位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今天嘉宾席怎么结尾 我又上来了 突然又多了一个这个环节 那首先感谢爆雪 今天就是播了这个时间 还有我同事们跟工作人员 播了这个时间 让我上来跟大家说说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话 今天是2020年10月10号 那是我们总决赛这个巅峰之战的日子 也是我来到上海的第1369天 加入这个大家庭之后 那这一路走来跟着我爱的同事 还有屏幕前我爱的观众朋友们 经历了无数的夜晚白天 经历了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赛事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 在战斗队获得我们总冠军的这一天 我即将暂别解说台 暂别解说这个身份 我会到不同的挑战跟领域 继续为我们守望先锋圈努力 好像不是这样彩排的 没事没事 我今天其实只想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跟支持 解说小鬼 下台一句功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就是小鬼老师跟我从OWPS开始 我们就一起搭档主持 我们一起解说了三年的OWL总决赛 我们一起带中国队去美国打世界杯 一起打了两年 你一直是我这几年里面最好的搭档 最好的伙伴 最好的同事 我觉得无论未来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解说 班军解说台一样是你的大家庭 永远是我的家 永远是你的家 我们永远是你的家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也是在这里 祝小鬼老师 前程似锦 那也是希望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都能得到收获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2021赛季 守望先锋联赛上面 看到更多精彩的比赛 那么也是希望 我们明年能有线下的比赛 让我们一起去线下 陪大家看守望先锋联赛 那我们守望先锋2020赛季 所有的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 那我们期待 明年大家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我热爱守望先锋 我无比热爱守望先锋 我幻想过 告别守望先锋 这个画面不少次 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就是 没有比赛了 论坛没人回帖子 真的是走到剩最后一人了 我会跟的人一起走 到最后一刻的意思 不舍 不舍 我觉得我被不舍的情感淹没了 我想着跟同事们的感情 我想着对解说这工作的看法 我也想着未来 我看着摄像头 看着工作人员 看着我的同事 有一种往事历历在目 突然都浮现在我心里的感觉 我的解说生涯 还有很多我觉得不够完美 以及我想完成的目标 但是我听过不少人 有给我肯定 而我最需要的肯定 不是说我很好 我还是我很厉害 我作为解说从第一天到现在 最希望听到的事情 都是因为 我的解说 比赛变好看了 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肯定 我觉得我有达成过 所以对于这一段解说生涯 我想我是满意的 我是真心的热爱 《守望神风》跟这个圈子 我不会离开 因为 我只是接受了新的挑战 到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角度 去继续努力 为守望神风这个圈子 尽一份力 解说小鬼 下台一鞠躬 未来 加油